Hello,大家好,我是莉莉 如大家所见,我依然在广西玉林 今天这一期视频去干嘛呢 去逛吃逛吃 回到家那么久,基本上就没有出来逛过街 然后呢,我今天就开着车出来了 来到市中心那边 这边是属于城西嘛 等一下准备要去城西那边吃臭豆腐 这边就是城西 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医院 叫做设医院 然后这个桥头会有很多好吃的 现在车比较多啊 慢点过去 这个城西的桥头每到晚上 会有很多夜宵摊 美食小吃 哇,我比较喜欢逛的地方 是这里 这车咋回事呢 算慢了吗 好了 你看这桥头 有很多水果 这白天的话基本上是水果摊吧 我要准备往前走 我臭豆腐的一个摊位还要在前面 你看牛杂串 我们玉林牛杂串也很好吃的 牛肉包,牛腩包啊 简直是一绝 所以大家来玉林 其实可以尝一下 像这种鸭脖,卤味 手抓饼 五大郎烧饼 还有烤鸡 哇哇哇 都是我喜欢吃的 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还有酸料啊 大家知道吗 酸料 玉林的酸料实际上就是 很多的水果啊 蔬菜啊 什么的 就可以当零食吃 还有这边还有脆皮五花肉 小甜甜寿司 木瓜丁 啊哈哈 怎么那么多好吃的 哎呀都是我喜欢的 我去找个地方停车了 怎么好像没看到臭豆腐的这个摊呢 起了个怪了 好了 先暂时找个地方停一下 吃下车 临时停车 这边就是城西啊 之前我经常来逛 我之前上高中 我就是在这附近上的高中 所以每到周末啊 节假日 出来逛街 买零食 基本上都是跑来城西 这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如果说你要去逛那种市中心的话 可能就要跑远一点 这边已经算是比较近了 以前的城西其实没有那么繁华 店比较少 但是好像随着这个城乡规划 这个城西那边真的是越来越繁华了 小区也比较多啊 看这边 有什么吃的呢 牧鼠 呃实际上玉林话叫做 实际上就是牧鼠做的那种粑粑 还有对面烤玉米 我怎么没看到我喜欢吃的那个臭豆腐的摊子呢 是这家吗 都找不到了 都不知道在哪去了 这是手抓饼啊 我不想吃手抓饼 我要去找找其他的 看对面 啊我好像闻到了呀 是在那边吗 臭豆腐的味道 看来大冬天的时候 你看很多冬天的衣物 这衣服很便宜啊 都堆在地上了 看看这边 哎呀臭豆腐啊 你看牛杂 还是臭豆腐 臭豆腐 komma窝 不要乖 快点 sleeps 快跑 我们不倒了 一部忘生一部好牲 就是吧 看这边 这边还有牛杂 汁 好香啊 可以按摩一圈 咬腓 鱼巴 咬腓 你看 driven 这一份就是我的 总共多少个 八块钱九个 然后要弄得香一点 好吃一点 特别想念的就是晨曦的臭豆腐 不过好像这个摊子好像是新的 老板你这是新的摊子吧 也不算新了吧 大半年了 大半年 那我可能我离开大半年了 你才开始摆摊 我之前都是在对面那边吃的 我那不见那个摊子了 奇了怪了 好了朋友们 我的臭豆腐出来了 我现在找个地方坐着吃 看来我得坐这边去了 哎呀真香 尝一下 对臭豆腐 臭豆腐 很久不吃了 来尝一下 有点干了 老实说 跟我原先吃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你们这不合你一份那么加吧 不是我之前吃的那种啊 不过我可能得要叫他加一点汤汁 可能会好一点 加汤汁的话味道会更足 它完全就干的 我之前吃的那种呢 那老板他会把那个料就给你搓进去 然后这个 里面白白的 看来还是得加一点灵魂酱料 有点太干了 我之前在那边别的摊吃 他会把那个酱料都搓到里面去 那个是湖南做法 哦湖南啊 这个是玉林做法 这个是玉林做法 对 是吗 那我觉得可能湖南做法更适合我 哈哈哈 还是最后还是加了汤啊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啊 屏幕前各位朋友吃过臭豆腐吗 就别的地方会加汤吗 老板说加了汤叫做玉林做法 我没觉得有多好吃 有点踩雷了 8块钱 最郁闷的事情莫过于什么呢 莫过于吃完一份 不是特别满意的臭豆腐 我真正想要吃的臭豆腐 他出汤了 现在才出汤 算了下次吧 看这路上 哎呀一路上都是好吃的 我可太喜欢了 很自在啊 一边走在路上 看着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或者说自己嘴巴里面再嚼点啥 哇哦 这一天天的真完美 哇 这个茶有点烫啊 不只是热而已 真的是烫 对了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昨天没有更新视频 昨天都干嘛去了 嗯 我昨天去搞这个越南签认去了 之前大家看到过我的视频也知道 我想要去越南 那越南是需要签证的 我在网上整了一下 就 越南它有一个电子签 会有一个三个月 多次往返跟单次往返的 单次往返呢 是25美金 多次往返是50美金 我想说 呃 靠自己去整嘛 省一部分的钱 所以呢 我昨天一天都在去整这个事情 在网上去申请 但是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从上午一直到下午的三点多 实在是走不过去 他每次去提交我的护照资料 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提交到最后一步 准备要跳转到付款页面的时候 他就崩了 真的我真的要严重吐槽一下 我觉得应该不会是我们网络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他那个 越南移民局相关的一些官网 实在太烂了 哈哈 我都已经整了大半天了 我实在整不过 最后有点恼火 就本来想省这个 去找中介的钱 但是我实在省不了 到了下午 差不多将近四点钟 那我就只能说上网去找 找人帮我去办这个事情 嗯 然后花了398块钱 三个工作日可以下签的那种 这个可能大家又会说了 哎呀 李李你这次又花大价钱了 确实啊 而且我找的这个398的 它是属于三个月单次往返 在网上自己自助去能办理的话 也就花25美金 但是 我在网上找就花了398块人民币 你看25美金是多少 不到200块 那398块 都已经50美金左右了 是不是 我基本上就是花了double 双倍的价格 被中介赚走200多块钱呢 啊 真的是 感觉太腐败了 真的是我无语了 不过 没办法嘛 因为我自己整了那么久 也没办法整不出来 那就只能花这个钱 我也就认了啊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据说啊 你搞的电子签 虽然说提前已经花完钱了 按理说是 进入越南的时候 是不需要再花钱的 但是我在网上看了不少 说是到了海关那里 越南那边的海关 它会向你索要小费 然后大概是100块钱到300块钱之间 不等人民币 哇 这是令人十分恶心的 我希望我到时候不要遇到这种问题啊 不想的话 我真的是要把一期视频强烈的去吐槽 吐都不能再吐的那种 真的 本来找中介都花钱了 然后去到那边还得再花 所以真的觉得 一致恶心 一致恶心 就是这样子 好了 这就是呢 我昨天去做了一些事情 因为也没出门嘛 所以我就没有去更新视频了 因为昨天有的网友问 莉莉怎么昨天不更新视频了呢 就今天不更新视频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的打算就是要等这个签证下来啦 可能是要三个工作日 大概可能周五 周五那天会有着落了 然后等这个电子签下来之后 我就开始出发前往越南 我电子签的口岸是哪里呢 是平祥有宜冠口岸 就在平祥 从玉莲出发去到平祥那边 大概可能一百块钱 一百出头的一个火车票 动车票之类的吧 我初步算了一下 然后去到那边可能要住一晚 住一晚了之后第二天早上 我再从有宜冠口岸出境 然后入境越南 这就是我的一些初步打算 希望到时候一切顺利 好了朋友们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简单 唠一唠说一说 接下来呢今晚我要去逛一下 可能逛到晚上逛一下夜市街之类的吧 然后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